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Claire 又到了开心族 感谢族的世界了 爹地啊 我终于有机会去到台东 对不对 那在台东出外景 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那边真的天气好热哦 你有没有感觉就像回到新加坡吗 也不错啊 对对 有点像回新加坡这样 但是很奇妙的是 当看起来天气很热 可是当你在大树底下的时候 那风还吹得挺凉爽的 对啊 我还记得那天 我们吃了春发杯的那个凤梨后呢 我们躺在小夜懒人树下 有没有 哇 清风吹 然后呢 鸟叫聪明的 有没有 你好像在对我做什么呢 对你轻轻 没有啦 最主要是躺在马路上感觉很棒 你看 不请这样子了 你看 我们还在划场啊 对啊 你看 哎呦 你还推草堆耶 对啊 谢谢你了 这十几年一直陪我 不管我做什么你都陪着我 你看 可是也很棒 你看 你可以坐那个马车 真的是跟着你是高潮迭起 心脏要很强啊 说起来刚刚那个划场 我到现在一起还有这个 我是一路尖叫下来 好啦 好啦 我知道你辛苦啦 陪我下山下海 上山下海的 那今天我就来做一道菜 慰绕你 我来做一个凤梨茄汁 凤梨茄烧红梨螺鱼啊 对 这是我最爱的 因为我们这次去台东啊 看到满满的凤梨甜 吃凤梨吃得好过瘾啊 那我们看家人最爱吃的 就是有凤梨去烧那个酸酸甜甜的 对 酸酸甜甜的 醋鱿鱼一样 对 所以今天呢 今天其实大家看到这个鱼会觉得 哇 我不是一直会比较鼓励 吃高档的食材吗 可是我们观众也有一些 哇 山餐有时真的要很经济的 去买一些东西 要经济的去预算 对 像今天买这个活跳跳的 其实是淡水鱼 它叫红尼螺 对 没错 红尼螺鱼 OK 那其实好像是红雕 对 有没有 对 那其实是台湾很厉害的 它出名在这个鱛鱼啊 养的超赞的 很多到日本去的鱛鱼 还是从台湾去 百分之五十都从台湾出口 那是其中一种的 鱛鱼的一种 所以这个海水养的 但是它是就是养殖的 那如果养殖的更要是煎 要蒸 把它的一点点的土味煎掉 说到这个我们传统 我印象最深刻的 讲到有凤梨醋烧的感觉 就是小时候我们都去跟着妈妈去吃板豆 板豆的时候呢 那个每次就是鱼啊 整条下油锅炸 炸完之后呢 就会那个番茄凤梨汁 其实炸 小时候都觉得好好吃哦 可是今天等一下你吃吃看 我煎得刚刚好熟 那因为这个本身没有什么脂肪 我会用一点点油 可是不是油炸 它真的它的皮还没有什么油呢 没有什么油 所以算起来它算低脂的鱼类哦 对 可是当你煮这种茄汁的 它不适合用很软的鱼 它适合用很滑嫩的鱼 这样烧起来才会好吃 尤其像你看 很多人都说要吃鱼一下吧 鱼最肥的地方 就是鱼跟肚子的那个地方有油而已 它这个也是一样 所以会感觉背部的地方通常比较舍 如果用炸的 对 所以你今天要用的方法是要挑战传统哦 对 这个鱼刚好还好 它不会说肚子大大 蛮扁的 所以我们在煎的时候 也不用划刀 不用怕里面不熟 我印象这个就是划刀 下油锅炸 然后勾芡 吃得很滑意 可是很容易爽 可是我们今天做这个茄烧 我们不用勾芡 因为勾芡会包油 所以现在很多观众 其实那天刚好有一个观众讲 他的先生很瘦 可是呢 十几年 高血脂 对 高血压 中风 躺在那个 那最近才过世 所以不只是胖才会 像我老公就好可爱 好像我婆婆一样 身材都一样 无短身材 没办法 遗传到 可是他们开心的不得了 我婆婆当下有没有高血压这个问题 你也敢看 健康的圆宝发 对啊 我就爱你这个样子 对啊 其实我爸爸吃到八十几岁 因为他刮包一定要吃五花肉 可是当然我们不鼓励 说天天都吃肉 有时特别日子来吃个肉 有时一个礼拜吃一吃肉 有没有 那鱼可以比肉多吃 OK 那我们先来煎这个鱼 OK 我们看一下 这个鱼 因为我要逼腥味 也不能说锅子太冷 大概锅子要水珠快跑 再给它等一下 然后我们这边 腌了葱姜蒜酒汁 那因为它有一点点土味 因为是养殖的 所以我们用柠檬皮粗盐 刷的它把它去一点腥味 然后腌葱姜蒜酒汁 也可以压腥味 而且肉会比较鲜 然后我们抹一点盐巴 里面抹盐巴 然后外面也抹一点盐巴 那我们现在来煎 好 那这个鱼看起来 油脂不大多了 爹地 那我们要贴锅煎鱼吗 要 可是我们要加一点油 如果它本身没有油 我们这边加一点油 我们来喷一点油 粿 喷一下就好了 这真的是 现在人讲实在话 除了说要吃少油以外 可是适度的摄取一些 动物性的脂肪 像鱼类也有一点好的脂肪 所以不见得说 完全不吃肉了 对不对 对 其实很多人 就是说现在有些怕得癌症 都改成吃素 可是素有时缺少蛋白质 都去吃一些 高蛋白的东西 植物性的 对 还有面食类做出来的东西都不好 好 那我们现在就这样把它贴下去 就这样子 OK 然后再一条 那这两条可以吃大概六个人 到八个人 六到八人份 对 OK 不是一个人吃一尾 这样就不健康了 好 那我们就把它这样摆下去 OK 可是也不见得啊 如果说今天这道料理 就是你跟我 我会很用心的什么呢 就是煎一条鱼 我喜欢吃头 我老公喜欢吃尾巴 刚好一尾鱼两人分 然后当你有这么丰富的一个主食材里面的时候 最主要配菜呢 你让它简化 所以你看我们的配菜有这么多材料 对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六 十种 所以如果我们有煮荤的 有鱼或有肉 我们的蔬菜要比肉多 要记得这一点 那这样就比较健康 那我觉得现在小家庭呢 有一个主菜鱼排的感觉 再加上呢 这样子一锅菜里面 有这么多种不同的蔬菜 煮一道料理 等于煮完一餐 那年轻人就比较爱做菜了 对 可是呢 一般如果有那么多食材 像洋葱很怕烧焦啦 马铃薯很容易黏锅啊 很多都是过油 这样不好 讲到这里我就讲 在我小时候看他们版头 做法真的是这样 那个鱼呢 是炸的 然后这些料呢 它就不管你大小力 它也不管你的属性 反正通通夹这位 过油炸一下 再最后汇上去 然后再加勾芡 再加番茄汁 就这样子嘛 对 所以我现在 但是呢 看我们节目最棒的地方 是学到新式的料理 要依食物的属性 对 先后顺序 你知道我们每次上节目啊 我们呢 助理啊 企划 就在这边什么 还要照着你的顺序 鲜姜片 然后马铃薯 然后洋葱 然后歪六人 这是照顺序牌的 对 要给观众一个方法嘛 对 所以我这边呢 刚才鱼有腥味 所以水珠要快跑 那这个呢 我要这些都速食了 所以我的热度不能太高 大概水珠慢跑 水珠慢跑 然后我们 也是用喷的油 喷一点油 OK 一点就好了 然后呢 我们就把姜片放这边 然后马铃薯放这边 对 然后我觉得现在新式的新兴人类啊 都比较多脑筋是用在电脑 主菜呢要简化 好 那我们就这样给它煎 给它煎一分钟先 然后呢 我放在一边就好了 这边不要吃掉它的一点点油 然后我火呢 我离开 把它放歪 让它煎这边 火在这边 然后把它盖起来 一分钟 中小火一分钟 难怪最近我们的节目观众群年龄下降 都是年轻朋友开始在看的 对 因为他觉得好新鲜 为什么Kevin叔叔有这么多歪理 你在碰个歪理 这个不是歪理 这个是因为要让你更轻松的煮 所以有很多的技巧 那技巧你懂了就简单 如果你不懂 你就觉得好像要 但是我觉得这个歪理是科技化的 对 所以像我们长辈 我是属于年长型 近50岁 我们都喜欢用感觉型做菜 但是呢 现在如果真的要做出营养烹调啊 你要去研究食产属性 那怎么样用客服呢 最少的油呢 煮出呢 完整的一道料理 这就是功夫 对 你看老师还会记得这个锅子呢 可以歪一边让它传认了其中在那里 对 另外一边不要碰到 是 好 那我这边一分钟 等一下翻面再一分钟 要记得哦 马铃薯不能大火 你大火给它 它外面烧焦里面还没收 所以大概中小火就好 那鱼呢 如果你小火给它 它会出水 所以你一定要用中火 我们给它三分钟 我们先来看一下 时间到了吗 时间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鱼 我还没有闻到鱼香味 还没有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对 那我们给它再 不小心 那我们再给它 翻面 为什么哪一句在ör 这个换心脑子 我们看一下 这个鱼三分钟后 对不起 老公 不知道哪一个按下去 ok 那把它这样子 轻轻这样子 然后给它翻面 然后再用一个夹子 对 有沒有 很美吧 紅尼羅變成黃金尼羅魚 對 金黃色 Golden Brown Golden Brown Yes 那你幫我翻 我最愛吃這個魚的什麼地方 你知道嗎 這個魚的這個粉 還有呢 好 我們這樣翻 很美 就是它的魚尾吃酥的啦 對 你不怕 OK 你就不愛我了 過了十年了 我喜歡你 喜歡吃這樣 會動的啊 尾巴也是啊 脆脆的 好 我們再給它三分鐘 最主要它不是透油炸的 它是煎出來的酥酥脆脆的哦 OK 可是現在的三分鐘 煎的火就要比剛才 比剛才小一點點 因為現在魚已經熱了 鍋子已經更燙了 所以如果你用中火 它可能就會燒焦了 因為我們油放的很少 好 那我們現在來翻面 所以這個很簡單 你這樣一分鐘後 照以前講實在話 如果這道料理 很多人啊 早就一直偷看袋子 然後一直想去動它翻它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要加其他材料了 那我現在呢 洋蔥要先爆香 好 時間又到了 我覺得你今天煮菜 煮魚好可愛哦 一點都不會很累 對啊 因為我今天很多人會把汁很多去燒 那你吃不到魚它的原味 那我等一下魚放在盤 這個汁淋上去 然後番茄醬不要太多 有一點透明透明的那個醬 它很好看 觀眾你知道嗎 說實在最大的特別是 我每次介紹我們傳統的料理 給我老公說 我老公真是把改的 有時候我就跟他說 汁要多一點 汁要多一點 然後菜牙煮爛一點 他就說你過時了 你這個是以前的煮法 剛開始我們也是協調了很久 可是真的到後來 我很阿妹我老公的堅持 因為要吃營養嘛 對不對 那我們一開始 如果你煎一樣東西 你就不要放太多油 你看它有點淺金黃色 這樣就不會吃太多油了 來 你吃吃看這個馬鈴薯其實熟了 剛好熟QQ的 QQ的 好 那我們你看這個鍋子有沒有 我們現在再放一點油 這樣才 對對對 這也是一個省油的技巧 不是 因為你一開始 你開始放很多油 所以你在燒油 它也是開始油 油會over cooking 就會變質 就會致癌 那我現在放洋蔥 OK 洋蔥要爆香 然後這個馬鈴薯熟了 我可以移到更高一點的 OK 然後呢 我放菇 OK 然後這個豆子 OK 好 然後呢 你番茄現在下來的話 這樣好美哦 對 先給它 四火鼎立 四種顏色 再一分鐘給它 其實很多人不懂啊 張茗要很多食材 的確我們的材料的複雜在於 在預備的時候 為了讓一道料理 要吃很多不同的食材 所以商鸟 今天是要把幾十種不同的東西 混炒的時候 要考慮它的屬性 好吧 那我們現在把魚拿起來囉 好美哦 我覺得這樣吃就好好吃哦 耶 我也現在粄豆 兩粄 也可以試試看這個魚 其實剛好熟有沒有 在這裡 耶 大家剛好熟有沒有 來 你看 很嫩的 你看 很多水分 哇 好不好吃 OK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水氣出來囉 OK 你看 它自己 它會 因為它自己會冒汗 自己炒熟自己 OK 所以呢 我們不要加太多油也不要加太多水 OK 它自己會冒汗 然後我們現在加番茄下來囉 加在上面 然後加鳳梨 讓它 它是原汁 它會有點 讓它們燒一些水分下來 剛剛這樣十幾樣都是小丁小丁的東西 的確最容易的方法通常是放一個鍋子裡面 用煮的 煮到狗狗糊糊的 對 所以呢 我們現在因為這個有點鳳梨會出汁 番茄會出汁 所以我現在要中火了 如果我小火都會把它燜到很水很水不好吃 所以我真的好佩服你喔 真的喔 你會想到馬鈴薯先用煎過比較Q才會勾勾 對 好吃對不對 謝謝 謝謝 好 那我們現在要加 這個先不要加囉 因為西洋芹跟甜椒都可以生吃的 所以等一下最後才加 我們現在把一點點冰糖加在這個鳳梨有沒有 點汁 鳳梨通常它會切了它會出一點汁 它的原汁 所以我們用鳳梨原汁 然後那個給我那個鳳梨醋 來 鳳梨醋好 我們有時自己醃水果醋 那樣鳳梨醋 對 所以我今天用鳳梨自己醃的鳳梨醋來做 因為最後嗆下去它會比較香 OK 它現在還是保持滿乾爽沒有關係 我們現在就要下汁了 OK 那我現在把這個汁 所以你看我的魚會很多的蔬菜 可是它的醬汁很少 因為醬料不是很健康 醬料太多不好 對 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料理方法 是以小的醬汁去燒煮 這個傳統的燉煮的魚料的感覺 對 這樣子你的醬汁不會吃太多 其實我剛剛講說我們在外食最痛苦的地方是 外面就是油水跟醬汁好多 這一年做外景 你會胖了四公斤耶 對啊 因為勾芡很會包油 因為我們都要跟工作人員一起吃 對 才知道原來我們十年沒吃外面的人 一吃外面才知道 馬上就增加很多重量 對 所以我這個汁你會看到有點 不是很深的紅色沒有關係 那如果它的汁 如果有人喜歡真的有點固固 你可以放 放什麼呢 放車錢紙 車錢紙會讓它有點固固 那這樣又可以減肥 因為它可以增加纖維感 有沒有 你看 有沒有 濕濕的 濕濕的 你看我們來看一下 我想要吃一口了 你看 這樣就可以小朋友非常愛吃 然後它的汁有沒有 不稠 可是其實好像薄芡這樣子 對 那你吃豆子 脆脆 好 好不好吃 OK 這樣就不錯了 而且最主要它的豆子 還是有豆子的原味 對 它不會泡在汁裡面 面子失去它的原味 對 你看我的豆子多綠 然後現在嗆一點醋 鳳梨醋 不是馬上加啦 因為馬上加 最後加 然後我們把這些調味料都加進來 你看多健康 好 有沒有 有沒有 Perfect 這樣煮一套餐就夠了 就夠了 再來一杯果汁更好 對 來 你現在來解釋這個 然後我剛剛說過 鳳梨最常用的是因為它有新鮮的鳳梨酵素 那我們也可以搭配一些水果 做成不同的組合果汁 在吃這樣一道料理之前 你很適合呢 可以有這種鳳梨的一個果汁來呈現 來幫助你消化 好 我今天很特別的地方是 當我們吃了這麼豐盛的一餐之後呢 我們可以利用鳳梨來結合比較高鮮 可是沒什麼甜味跟香度的東西 譬如說什麼呢 可以幫助你清腸排毒的牛龐 牛龐我們去咬皮之後 泡一下鹽水 然後我們就放幾根牛龐 然後再來很特別的地方 像我們常常要講話 有時候夏天會感覺上火 那我們可以加一點梨子 咚咚咚咚 這個 好 今天的像魚這樣又 好多材料 有那個馬鈴薯 有那個菇 小精靈菇 是 有沒有 多漂亮 我覺得這一道料理真的會很響銀耶 輕響銀 輕響銀 很吸引人喔 然後呢 我們的汁 因為魚有抹鹽巴 所以如果你要一點點淋上去 然後我可以加一點最後呢 這裡面有蘋果梨 有那個鳳梨 有牛龐 還要加一點什麼呢 檸檬汁 再來一點冰水 噢 肚子也噩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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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噩 ед叫了 對啊 我們好餓了 好餓了 好 先喝果汁再給你吃大餐好嗎 好 先喝果汁是對的 因為我們可以就是開胃對不對 然後好消化 我幫你一下 我幫你一下 好 OK 開 很棒 好棒哦 有好吃的果汁 好 這個是什麼果汁 牛旁雙梨汁 裡面有鳳梨加蘋果梨 這個有點吃力 好 倒過來 你看 倒過來 多棒 哇 完美 哇 好漂亮 我討厭耶 你倒東西有一點美感耶 OK 輕一點對不對 對 收尾要收得漂亮 好 進步了 YES 好 給我喝一點吧 你喝看看感覺 怎麼樣 好棒 Good 你看我的魚怎麼辦 完美 你看我的魚漂亮嗎 你看哦 我今天打得很好啊 這個牛旁其實有時候可以當作直接生食的沙拉 它最棒的地方這個果汁是高鮮 酵素 充滿了這種果味 對 再加上這個器材的 我跟你講哦 我跟你講哦 媽媽們哦 你不要 blink of a 不要把口泥淋到絲 要好玩 因為有些老公喜歡吃脆脆脆脆的那個皮 對 然後你把它淋到絲 �达 就軟掉了 原 arbeitet 我真的要講說 你為什麼你都把料呢 把頭都蓋住 然後肚子呢 這好像孕婦準備要開刀耶 蛤 孕婦開刀是這邊開刀喔 OK 來 這個呢 親愛的觀眾 今天來一道很棒的鳳梨茄燒 茄燒什麼呢 茄燒紅泥如何 你看吧 我要上菜了 你是那個印度人喔 還要來一杯好喝的 牛排雙泥汁喔 牛排汁 給你上菜了 上菜了喔 營養師聽你怎麼說囉 還要複習材料 大家好 我是丙媛 今天很高興又有機會 來跟大家介紹這個鮮魚的料理 我個人也是非常喜歡吃魚 因為已經有太多的醫學研究 告訴我們 魚肉裡頭含有一種 非常特殊的脂肪酸 它能夠幫助我們降低 血液裡頭的膽固醇 還有三酸甘油脂 那麼幫助我們照顧 心臟和血管的健康 另外這些特殊的脂肪酸 它也能夠幫助我們 增進記憶力 穩定情緒 另外身體裡頭有一些 不曉得什麼原因造成的 這個發炎的情形 也可以透過這些 特殊的脂肪酸來減少 所以吃魚真的是好處多多 所以這個 美國的醫學會就建議我們說 一個禮拜至少要吃兩次的魚 像今天介紹的這個 鳳梨茄燒紅泥螺魚 就很值得大家來參考 那講到吃魚對健康的好處之外 其實多吃魚 其實也是能夠呢 這個養顏美容的喔 因為這個魚肉的蛋白質 其實也非常的特殊 它這種蛋白質特別能夠 增加我們皮膚裡頭的 這個膠原蛋白跟彈力蛋白 所以吃了之後啊 皮膚就是 就是堆堆的喔 然後呢 保濕也非常的好 另外還會減少皺紋 所以女性朋友們 這個資訊大家要 特別去注意 那麼講到 要做這個魚的時候啊 然後魚有這麼多好的營養成分 怎麼樣能夠把它徹底吸收呢 這時候啊 像今天我們把 魚跟鳳梨啊 煮在一起啊 就是一個非常明智的選擇 因為鳳梨 它含有一種特殊的鳳梨酵素 它特別是能夠幫忙把 魚肉裡頭的這個營養成分 尤其是蛋白質啊把它消化 幫助我們來吸收 另外今天的這個魚啊 的做法裡頭 加了很多的青菜 比如說洋蔥啦 番茄啦 芹菜啦 還有很多很多的甜椒 這些青菜都加在一起啊 有很多的纖維 有很多的維他命 礦物質啊 更能夠幫助這整個魚肉 營養素的吸收 所以今天這整個菜的設計呢 真的是非常的好 讓我們能夠吃出美味 也吃出健康 所以我們一起來看看啊 今天介紹這些菜的熱量 鳳梨茄燒紅泥螺魚 跟牛棒雙梨汁一人份裡頭呢 蛋白質有28公克 脂肪11公克 糖類25公克 纖維4公克 熱量是311大卡 熱量是311大卡 渡泥遊玩 更加地卡 到5公克 超不適合 大部分 超不適合 的 超不適合 分一回 搭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